天啊聊四季 天野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來看中國團隊對上歐洲聯盟 上的比賽是遊牧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孟佳阿倫 那孟佳阿倫是由VIPER所選擇 那這一次的孟佳阿團隊來說的話 我覺得派科技喔 這個孟佳阿大象 還是會打一個相公為主的 那打戰車路線的話其實也是可以喔 但是沒有像打相公的後期這麼強大 那如果是打戰車路線的話 那可以在城堡時代的時期 就可以有效去騷擾對手 那我覺得VIPER選孟佳阿的話 應該也會多玩一些森旅 因為這個孟佳阿森旅也是蠻強大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是選擇了這個紅色嘛 紅色是...哎唷 對手 喔 離對手這麼近喔 好 那這邊葡萄阿是這個天才少年 那葡萄阿人在團戰來說也是蠻強大的 尤其這個風琴砲 風琴砲雖然現在被削弱了一些些 但還是蠻能用的 而且所有單位都有這個黃金潔面 不然是打光兵騎士喔 或是打在海上都有一定的壓制力喔 尤其是海上吧 這個葡萄阿人應該是打海的可能性比較多一點喔 因為他的海的話船艦的血量也會多一些血喔 所以造成他在海上的優勢很強大 因為戰艦比較便宜喔 然後血量又多 自然就可以拿到這個數量壓制喔 接下來看了黑拉 黑拉這邊是選擇了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的話不管是單挑或是團戰喔 這個勝率都是非常高的文明喔 那在遊牧來說的話表現也不會太差 後期的遊俠出來還是有相當強大的一個載資力喔 那目前歐洲聯盟的徐文明喔 就是這樣子喔 然後還有這個LAMAX 那LAMAX的玩法比較偏向於團戰吧 他是團戰之鬼喔 從以前到現在他都是團戰非常強大的一個玩家 那大概是多久以前啦 大概四五年前了吧 那那個時候的LAMAX喔 團戰就已經很誇張了 不知道他現在團戰如何 我記得LAMAX最近團戰也是打得蠻好的 那剛好這場比賽喔 是昨天剛打完的一場比賽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接下來看看中國啦 中國團隊這邊是有選出了VB 選擇了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火槍跟這個駱駝都非常強大喔 但是這個情況喔 這個viper在旁邊喔 所以有可能喔 會直接插寶然後打古拉姆 這個古拉姆爆去騷擾對手 那可能性是偏多的 因為離得實在是太近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灰色 灰色選擇補裂點 補裂點在團戰的表現喔 如果是這個遊海的地方 可以通常是打海 比較會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的船進有這個多一攻的射程喔 打海其實是不錯的 那本身喔 深圖時代開TC壓力也比較小 那更容易喔 爆出更多戰艦喔 跟這個經濟出來 去壓制對手 那攻兵路線的話 可能要到非常後期喔 才有可能去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波西米亞 有 那我們剛剛講到 波西米亞的話 這個榴彈炮非常強大 那還有這個火槍可以用 陳寶時代就可以用火槍喔 但陳寶時代用火槍 可能還是需要思考一下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這個疾病喔 對疾病有增加25%的無外傷害 所以本身打這個 榴彈炮加疾病的路線喔 是非常強的 那如果對方出步病的話 自己再出一些火槍喔 所以這個後期的團戰 波西米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存在喔 兩邊都有選波西米亞 就知道這個波西米亞 真的是 萬用 團戰文明喔 好 那這邊 對手 這個 TIM 也是選擇法蘭克 那法蘭克我們剛剛有解釋過 在團戰也是 不差的文明 那你看兩邊選的文明都其實蠻相似的 好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的發揮吧 那目前看起來 VIPER的打法比較偏向於一個早期喔 要升時代打法 大概還沒有挖金礦 這個時候也不會挖金礦啦 大概15吋而已 16吋 這麼早上的話 也有可能是要打直層喔 但他這張肉有夠嗎 16P上有點偏早喔 嗯 好 就看一下VIPER怎麼秀吧 哎 瞄上了 先點織布了 哦 他是先點織布 然後去拉遠點的豬嗎 有可能喔 還是用村民去探圖 看有沒有這個野味可以吃一下 但這附近的豬 事物都已經被吃掉了 再遠點是有一頭 但太遠了 VIPER這邊找豬不成 但找到了果子 右邊的話是天才少年的 喔 臉地喔 那上方的話就是敵人了 豬的部分 左邊也吃的差不多 下方的話又是隊友 所以現在是這邊喔 歐洲聯盟 三家鼎立 三國治 上方就遇到這個敵人了 那反正斯克亞這邊喔 直接被右這邊圈養起來了 夢想直接圍死 然後右邊的話也是反正客人對手 直接被圈起來 可以拉這邊想要往外發展 不太可能 然後這一村還被塗掉了 哇 哎呀一開一局喔 就少了一村 那很有可能喔 可以拿前騎喔 還是 只能拿這個騎士暴加頭車 慢慢殺出去了 那這裡沒有石頭可以挖 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他這個打法 要搭配一點石頭來打會比較好 也沒有石頭 然後法蘭克就滿法打出 他有牧的一個強大之處 就是這個城堡 因為他城堡很便宜 法蘭克城堡是非常省 所以他一定要盡可能喔 空到石頭 才有可能把這個前騎的 跟對方插寶的架子打出來 不然要打到後期喔 其實有點困難 尤其現在又被眷 眷養起來 一定要把這個木槍打出去喔 然後拿點石頭出來 才有可能 把這個法蘭克的優勢打到最好 不然現在的方法就是 只能靠按運輸船 這裡蓋個碼頭 然後運輸船 去把自己的村民喔 運出去 挖石頭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這邊用太多村民喔 一直去打這個木槍喔 其實對方是很賺的 因為對方不需要用到太多的村民喔 或支援喔 就可以守住這一區喔 然後再更兇狠點喔 這邊插進塔 直接連魂塔插進去喔 插爆他的木須跟黃金喔 基本上 不然這個黑拉就直接爆開了 好 更合一點是這樣子喔 好 那來看一下下方這邊 白河這邊也是直接跟對手開打的起來 村民各種拿拳套扁對方 這一村可能要倒囉 哇 四滴血很極限 再一隻 這個女村民要來扁他了 哇 一拳扁死 One Punch 直接扁爛 這裡一根劍塔 哇 才剛講完就直接來打塔工了 這根劍塔就投資的很有價值喔 喔 彈血收掉 Nice 這兩隻狙醉 好 那VIPER這邊要反制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喔 這邊只要低一個木牆 低這個木牆出去就可以了 但對方有出兵的關係 其實VIPER有在思考要不要去反制 好 這邊但是不直接跟對方對差 反正是在這邊下個劍塔 因為他這邊還是可以稍微小微一下 還是可以守得住的 所以這根劍塔位置其實差得還不錯 然後黑拉這邊則是差 跟劍塔跟對方對打 然後想要嘗試用村民敲出去 但VIPER不是VIPER 黑拉這邊是沒有石頭的優勢的喔 只要石頭 以便他修完的話 這個大會可能還是要靠市集買賣一波 才有可能繼續打這個塔工 不然就是要像我們剛剛說的 要直接蓋個碼陀出去喔 才有可能打 好 稍微關心一下海上 海上部分果然是由這個天才少年喔 這個打了海戰 他戰優勢極大 那其他地方方面 還在幕沒有一個明顯的打鬥狀況 好 布列典這邊果然是稍微打海 但也不確定他會不會全力打 這邊稍微出了一些漁船 燒了黑拉的漁船 哇 黑拉這邊直接被聚養 然後漁船又被燒 待會會斷肉斷的很嚴重 好 這邊1就出不去 這個可以射得掉嗎 11吋 哎呀 黑拉這邊1滴血跑掉 太溜了 這個居然被他直接修了回來 後方村民也在修 但是漁船方面應該是守不住了 沒有按戰船 也沒有資源可以去投資戰船 這邊趕快扣一下少年過來救一下自己的漁船 OK 這邊少年戰艦過來防守 好 這邊繼續激戰 那黑拉這邊可能就是直接被眷養到 懷疑人生了 好 右邊這邊 葡萄牙 稍微放了一個劍塔 也來守一下 那這邊由於打海的關係 所以可能 這個 葡萄牙人 並不會有這個絕地大反攻 或是直接插石頭 直接搶插對方的一個打法 可能還是會專注打海 那可能是由VIPER 去針對一下這位紅色的選手 這可能是因為偏多一點 好 這邊戰艦 哇 真的是布列甸打海 好 布列甸這邊主要的戰艦 是在VIPER的漁港這邊 所以並沒有太多阻力 在右邊 好 波西米亞右這邊也是有稍微出一些戰船 去燒對方的漁船 兩邊都在努力騷擾海域的部分 好 這邊果然是靠買賣了一波 買了一個石頭 去插箭塔 往右邊這邊插 這邊其實也只是差墓區小小騷擾 這邊兩邊墓區頂多拉村拉掉而已 也沒辦法直接挖穿過去 有點可惜 這邊戰艦稍微打鬥 看起來 VIPER他們這邊是稍微弱勢一點點的 我覺得這位肥寶寶 VIPER打得非常好 一個人拖兩架 他的價值就打出來了 因為前期如果你旁邊就有對手的話 你要盡可能 去插箭塔 或是拿一個快攻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然後要趕快上城堡時代 只要能趕快上到城堡時代 然後插一根城堡 只要能插爆對手一個TC 你基本上就是做到很多事了 這是一個團隊的小細節 因為我之前打團戰的時候也是這樣打 直接插城堡插爆兩架 兩架直接爆開 經濟直接崩他 然後隊友再過來 就順利的收掉了這個殘局 雖然自己經濟很差 但至少你一個人拖兩格 就可以為團隊做到極大的事情 總比你一個人在滅龍 然後什麼事都沒做到 也沒有滅到任何一個人 所以是蠻危險的 打團戰的時候就是不要太專注在農 你要多觀察一下你周圍的地形 有沒有敵人 如果有敵人的話 你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要邊打邊農 就不能鑽農 那如果你是像LMAX 像那種偏遠地區的 你就可以鑽新農就沒有關係了 這邊有村民直接被抓 蓋了一個市集 這邊其實是黑塔圍的蠻快的 這邊都圍好其實沒辦法進來 這邊黑塔是想要嘗試挖川 然後偷偷偷渡村民 這邊直接蓋個連環塔 直接升入 哇這樣就是有料了 感覺好像黑塔是想要偷偷來 好黑塔買了更多的石頭 這邊其實右可以趕快升到城堡的時代 或者是右邊這一位 法蘭克玩家 趕快挖石頭 趕快插一根城堡在這裡 直接把對手的建塔 兩個建塔給收下來 石頭確確實實的空下來 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 但如果這根塔可以低調的話 插城堡的話是更好 但還有這根塔起來的話 城堡其實不太好蓋這個位置 然後後側到這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礦場這兩個都要低調 然後城堡蓋這個位置 好 就會比較適當一點 好 右方看起來 這邊紅色喔 真是盡全力在騷擾 好 麥克果然是打一個僧侶戰 開始在招響 先招工兵 欸 招到了 直接叛變 好 開始射紅色的村民 好 單刺頭在這附近 好 單刺頭在這附近 村民直接拿全套扁這個工兵 好 並且上來硬戳 哇 這邊打得很水深火熱啊 好 白盒這邊轉出了裝甲戰架 站向來直接都更了 好 幫隊友解一下這個箭塔的騷擾 好 左邊騎士打黑達不成 直接往下南下進攻 這邊圍加速度還是非常快速啊 團戰圍加真的蠻重要的 只要你能圍住讓對手沒辦法過來的話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好 左邊這邊箭塔直接被拆除 頭車也過來 可以啊 這邊很難上到城堡時代 因為他自己的漁船被燒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沒什麼漁船可以捕魚了 剩兩招 肉類會非常缺喔 上城堡時代是非常困難的 可能要靠買賣喔 才有可能上到城堡時代 好 那這邊由於葡萄人 在也被紅色騷擾到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辦法專心農到城堡時代 現在踩點喔 所以這個戰船還沒有辦法升級為奴炮戰船 好 接下來回來看一下下面這邊 好 村民直接噴出來 左邊這個箭塔看起來不妙 這個可能有點難蓋喔 要硬蓋的可能是可以 但是有可能會損失一些村民 好 這邊出了幾隻輕騎兵 要來解頭車相當的快速方便 而且這個洞可以有機會補起來嗎 要不要拉村民補一下 好 這邊直接拉兩村直接來應修 但是這裡有個洞騎士會跑進來 欸啦 有看到騎士嗎 有 但是這邊要怎麼圍 這邊趕快補一棟房子 但是右邊還是 連進來欸 死一村 唉唷 一滴 走掉 好 三根箭塔直接頂力 現在有機會可以拿下這根箭塔嗎 但是右邊頭車已經帶輸出 黑拉還在封建時代並沒有投石車可以使用 這裡被逼得非常的緊迫啊 但是 Viper跟歐洲聯盟三國直接在下面 哇 這邊直接自滴自己的四級 然後來偷解投石車 哇 還解掉了嗎 可以欸 哇 這個投車人解掉非常關鍵喔 讓這根箭塔可以再活更久一點喔 這代表黑拉他們有更多機會可以繼續狗下去喔 那這個洞可能要趕快補起來 哇 是我的話 我這個騎士就想往裡面送了 反正現在有二房 騎士多安幾隻 進去砍個一波 對方不死夜餐 好 Viper的工程戰像 開始在狂帝這些 TC了 那孟加這個打法很強勢的地方就是 森律喔 可以遭騎士 然後他可以補這些工程戰像的血量 那他可以繼續有強大的工程力 但是遇到城堡就沒辦法了 好 就要稍微撤退一下 好 Viper這邊除了出工程戰像 也有在努力的 在補自己的經濟喔 TC有在開一下 但是沒有到非常濃 3TC現在才補 那對方由於雙劍塔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 沒有辦法 很順利的可以直接用戰像直接頂過去 好 直接置第一次齁 好 普達人這邊開始挖石頭了 那位城堡可以直接插這個位置喔 防住一下自己的 TC喔 或是直接插這個位置 直接插爆他的金塊 跟他的這個木區喔 雖然沒辦法插到TC有點可惜 好 可以啦 直接被跟大亨堡插入了一個 非常危險的位置喔 這個位置可以讓對方騎士 直接住進城堡 然後再把騎士放到這個地方 直接出來 把城堡當成本的概念喔 而且這個城堡還可以射到這個房子 所以待會要再繼續 進去路區的話也沒什麼問題 好 可以啦 這邊劍塔有機會拿下來 在這邊又在努力修 從車過來了 反正對手並沒有低調 木牆 所以沒辦法衝撞這個劍塔 好 麥婆這邊直接放棄進攻了 戰象直接被解光 對方 印度斯坦出了非常多的工兵 好 中路一點城堡時代了 我想說你哪時候才要點 哈哈哈 打太久了吧 好 那右這邊喔 也是比較晚下這個城堡時代喔 因為跟對方打太久的封建 然後黑拉這邊可能沒辦法上了 這應該是太困難了 資源量真的是沒辦法 好 右邊慢慢插出去 但是一直在補石牆 就想讓黑拉走出來 黑拉也沒有想要運出船出去的意思喔 村民一直有在補 好 這邊工程戰象直接硬頂這個城堡 有機會嗎 這邊的村民遭翔 加上兩隻老頭在這邊補血 一直瘋狂幫這個戰象奶 但是有點拿不太回來的感覺 直接倒了一隻戰象 後面的常攻兵 沒有第一時間去點老頭 應該是點不到嗎 直接躲在這個戰象後面喔 啊 終於看到後面有老頭了嗎 這裡有一個老頭在後面 偷偷奶這個戰象 好 這裡有隻石頭過來解 OK啦 終於解掉了 這邊常攻兵順利的守住自駕城堡 MIPER這一波進攻 並沒有賺到任何的甜頭 好 我們回到MIPER的家裡這邊看喔 果然這邊跟城堡差了 跟我想差不多的位置喔 就一個正面門面喔 這個位置其實也可以喔 還可以守下金礦 好 這個位置的話 可以讓MIPER直接用頭車開始砸 對方還沒上到城堡時代 但是應該可以升級好 好 空氣棒慢慢走出來 好 這邊看到法蘭克騎是到處串 但法蘭克騎農得很多囉 這邊是4TC開農 基本上已經帝王時代了 好 他有點帝王了 OK 不過連這邊也是喔 帝王時代也快好了 那待會中國團隊就要來看一下這個 帝王時代 這兩家能不能上去喔 直接屌打一波 那LMAX這邊也是升到帝王時代 那這邊的重點喔 就是趕快升長槍兵 跟這個榴彈砲 好 把這個長槍兵防禦先升滿 然後榴彈砲趕快點出來 是現在PUSHMIA的一個重點 好 這邊的僧侶想要招 但是直接被射死了 三隻僧侶 只能招到一隻 哇 VIPER的 勝率直接被長弓兵射爛了 長弓兵在這個時候是蠻重要的 團隊 帝王時代 這個長弓兵配自己軍一頭司機 然後再搭配法蘭克的遊俠過來 這個是非常難解的一個組合 英法聯軍 好 柏西米亞 果然點下的話 學疾病的升級喔 OK 他的流程非常正確 那 灰射 這邊是果然點下的戰狼 又來打巨頭司機喔 我們剛剛講的 火力典長弓配巨頭 然後配法蘭克遊俠重裝騎士 這個算是比較蠻標準的 銀法 打法 很久以前就有這個打法 而且是非常強勢的 很多以前的比賽都會看到這個打法 好 這邊果然插了一根大橫堡 又要來給黑拉致命的一擊了 黑拉應該這邊不能再繼續撐喔 這邊可能要趕快蓋碼頭 閃人了 還是他要直接被滅國呢 這裡有愚蠢來接送嗎 也沒有 怎麼辦 完全出不去 這邊又被倦養 這裡只能貶房子 城堡一號 準備房子發雷 哇 這邊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但是能活下去嗎 還在貶 繼續擋 蓋碼頭 運輸船呢 快點撤離 OK 趕快 OK 趕快蓋了一個運輸船 好 爭取一點時間 再挖點金礦 OKOK 黑拉已經做很多事情了 好 回到上方戰線 法蘭克人開始南下 要來進攻Viper 跟這個葡萄阿蘭了 那...最關鍵的佛西米亞 這邊要來先跟 不列顛對打 那我們剛剛講到 不列顛產攻兵 射程非常遠 那榴彈炮的話 射程也很遠 那這邊榴彈炮一號的話 我覺得是對佛西米亞 是更有優勢一點 好 長紅兵過來 可以點火炮 好 直接躲一下 雖然解掉巨頭 但這個火炮應該是跑不掉了 沒有人修 但進入城堡射程 不敢繼續深追 剩4滴血 哇很極限 好 來看一下黑亞的撤退 怎麼打 這邊已經撤退了一個運輸船 再五隻村民走掉了 剩下的村民能夠即時的逃離嗎 這邊再繼續蓋 裡面的兩隻刺猴 不敢出來 剩下的村民好像也沒地方可以跑了 13隻村民了 好 騎士這邊 葡萄出了一點 來解一下法蘭克的重裝騎士 果然城堡還是蓋在這個TC農田裡 因為這樣防守來說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他們也會知道 對方一定有人加上帝龍時代 家裡如果農田沒有城堡的話 很容易對方法蘭克 騎士豹就可以收掉自己的農田所有的村民 哇這邊遊俠也生好了 尷尬尷尬 OK 剝西米亞點下榴彈炮 攻城攻城師 來活著點下弓兵的護甲 要來打相公了 好 果然團戰就是要打相公啊 不然要幹嘛 但是這邊相公可能要先回救一下 這裡 VIPER被塗的有點慘 這感覺有點不太妙 這個遊俠太強了 攻擊力還沒有滿 這要再補一個大石牆了 這裡木門沒有被入侵 但是後面有洞 直接來打VIPER的金礦區的村民了 這邊勝率可能趕快按一下 找一下遊俠 封方 向公趕快南下回救 反人客人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波西米亞這邊榴彈炮好了 對方不列電的弓兵可能就要瑟瑟發抖了 白衣炮打下 死了大概四隻有了 這個長弓兵 這就是榴彈炮最可怕的地方 射程極遠 攻擊力極高 而且還是超廣範圍的 弱彈下去 直接死一片了 但現在也被nerf了 反正之前是7範圍 現在變6範圍 還是之前是8範圍 然後變7範圍 我記得是有錦一個範圍的 但它範圍沒那麼廣 好這邊相公也升級好金銳了 血量來到280滴血 還沒有點下品種 但是這邊遊俠數量太多 不過大象其實還是有點點不太住 是稍微拉拿一下 因為化學好像還沒有好 7加3 完蛋 大象被... 裹在這裡不能動 那為什麼相公打不贏遊俠 最主要是因為攻速問題 雖然相公感覺攻速力很快 但其實遊俠攻速是更快的 好這邊遊俠繼續往前爆 布塔亞這邊展出了重裝騎士 來出來應戰 這邊應戰幾乎還不錯 拆了3台巨型投石機 這隻夾城堡可以守住 波西米亞在下方 慢慢的走出去 但急兵過來 我們剛剛有講到波西米亞急兵 額外傷害有增傷喔 戳這個遊俠速度其實很快的 直接戳爛遊俠 非常強大 一台巨型投石機 沒人守住 很可惜啊 但波西米亞這邊急兵非常的強 連對方法蘭克都會有點難產 好我們來看到黑拉 已經把自己的運輸船 載到這邊來 讓這邊有一個新天地 讓黑拉可以發展 但我覺得囤戰最重要的事情 你即使移民了 也不能斷村 就是不能繼續... 就是擺爛啦 簡單來說就是不要擺爛 只要還有現機網 你就要趕快去農起來 因為說不定你還可以農到地龍時代 說明對方隊友還可以守住 你到後期還是可以參戰 重點就是你要趕快去學會 如何報經濟 把自己的村民趕快補到200P 不是村民啦 人口補到200P 這邊上方 這個感覺... 百合他們快撐不住了 這個遊俠實在太強 到處亂竄 然後待會波西瑪佑 吉兵加上榴彈炮 出來登場 VIPER這邊也會很難打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相公其實用榴彈炮來打 是非常好打的一個單位 那這邊相公又需要強大的經濟 我不太確定 VIPER的經濟能不能撐住 他其實金礦一直往後挖 這邊金礦一直被騷擾 對方遊俠一直淹過來 右邊的話也是被紅色這邊 給佔了下來 所以右邊的地圖的黃金礦資訊 全部都被中國團隊給拿下來 歐洲聯盟可能要被擊垮 好 榴彈炮繼續進攻 但是雖然有在往前的感覺 但對方又有著榴彈炮也出來了 榴彈炮克制榴彈炮 兩邊沒有辦法打出很大的成果 但是百合這邊少了一個 黑啦 黑啦這邊直接少一架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次這樣反擊回去 這邊紅色VB也已經要準備上帝王十代了 這個差距就會有點大了 因為待會就變成四打三了 雖然現在還是三打三的情況下 但192遊俠的影響力還是太大了 如果黑啦能活下來 這個法蘭克人的話 這個戰局可能有所不同 直接少一個馬國還是很難受 哇 這個城堡還是被砸掉了 好 歐盒的相公繼續出 好 這邊果然歐洲聯盟受不了打錯了GG 果然MVP是這位TIN選手啊 這位遊俠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遊俠爆一直有在打到重點喔 趕快先去擊垮這個黃金區域的地方 也打到viper的黃金區一些喔 那我覺得榴彈炮出來的時間也算是 不會算太晚 LMAX這邊打的算是很好的 但是這邊長龍兵喔 確實也沒辦法守住 但對方又直接龍出來南下 來幫忙這個榴彈炮 這個戰局就被平衡了 一被平衡之後 右邊這邊遊俠影響力就很大 紅色移上帝王直接出關 直接投降 因為他們知道他帝王時代就要變四打三了 所以沒辦法 vip這邊他們選擇了打出了GG 那稍微看一下經濟吧 好 法蘭克這邊經濟果然是最好 十五兩萬七 黃金兩萬 波西米亞這邊是木頭最多 經濟也是不錯的 這就是團戰之鬼嘛 經濟一直都不錯 但也有關係他是打外加的關係 旁邊沒什麼敵人 左邊就只有一個不列顛 不列顛是打海戰 所以跟他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法蘭克這邊 OK啦 就有點慘了 完全是臨時齁 剛剛那些箭塔都是用買賣的 經濟極差 但我覺得也蠻意外的 他沒有很早期喔 就直接用運輸船 跑出去去發展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封建時代 就會溜個五村喔 帶個運輸船出去了 趕快溜了 先溜了再說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 趕快在外面先開TC 開農了 感覺會更好一點 但可能剛剛 法蘭克黑拉這邊 可能太忙了 對上兩架的關係 在拖時間 所以導致沒有這個心思喔 先去逃難喔 好 那我們就 再看一下其他的一個細節 看一下這個相公 這個 Viper相公在42分點喔 其實並不長 時間算蠻早的 因為他前期還有對付紅色的關係喔 那法蘭克這邊是很早 40分就點完遊俠 這種其實是遊俠 OK 那科技方面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係喔 這個就是單純的 就是黑拉被鱸養很慘喔 但黑拉第一時間也想要出來 但是又的反應更快喔 直接把黑拉給圍死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場蠻適合 大家在打螢幕的一個細節喔 當然你知道你右邊是家裡 是隊友的時候 左邊是自己 然後上方是敵人喔 所以趕快跟你隊友趕快溝通 把這個人圍起來 然後趕快弄死他 然後讓另外一個隊友趕快弄 然後自己用跟他劍塔 對對對搞 這個我覺得是蠻具有 團戰的一個 教育性質的影片喔 那海戰的部分 我可能就不多說 因為我覺得海戰對於新手來說 有點困難喔 基本上就是你上火鍵時代就一直暗船 一直去暗船 這個火戰船啊 或者是弩炮戰船都可以 盡可能呢 去少對方的魚船 魚船優先打 那當然正面也不能輸喔 但這個就有點過於複雜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繼續講 那目前看起來 歐洲聯盟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暫存只是黑拉死的 太慘了 這個沒有辦法 這不是黑拉的錯 黑拉也確實盡到他的責任喔 一次拖兩家 那葡萄塔這邊打也沒問題 畢竟他是打在海 而且城堡也是插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那我覺得應該問題 是Biper吧 Biper帶來城堡時代出的 攻城戰項出的太多 左邊那坨大象 沒辦法 沒辦法 其實沒辦法硬打這個 不列電的城堡 但感覺剛剛是有點硬要的關係喔 所以把自己的森綠 跟大象都送光了 如果直接硬都把這個紅色全部都光的話 一定是沒問題喔 但是 他可能也覺得紅色也搬家走了 再繼續追擊他 沒什麼意思 也不知道他跑去哪裡的關係吧 所以才去跑去打不列點 那我覺得Biper可能 攻城戰項出少一點 可能出個兩隻左右 就是專心農 說不定還有機會吧 但只是我的猜測 這也沒辦法說 出少一點就一定會贏 那我覺得 應該就是這樣子吧 Biper可能唯一做的 做的比較危險的事情 就是 捨棄自己太多的經濟喔 讓自己套館上到地龍時代 開農 有點破綻出來了 因為你們仔細看喔 他其實人口是沒有滿的 人口一沒有滿喔 就很難打出優勢來 那你看這個法蘭克人口 一直都是滿的 那 佛西米亞 一定會說 那為什麼不說佛西米亞 佛西米亞這個沒辦法 因為 他人口不滿是很正常 是因為他要出這個榴彈炮 好 加疾病喔 這些科技其實都是滿貴的 所以他在中途以後 稍微打一下海戰 所以經濟本來就不會那麼好 而且確實喔 他也是壓制了不列電 不列電其實快要死掉了 那他的經濟喔 其實是跟半個死人 沒什麼兩樣 只剩下一個TC了 所以我覺得佛西米亞 已經打出他應有的價值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